大家好,我是Hidy 每月最愛又回來了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我的9月最愛 開始入秋了,可以轉季,穿上衣服長袖 整個人轉換心情 今天都有很多內容 所以我們馬上開天 第一樣很適合轉天氣的 就是一個養生飲品 它是黑糖檸檬薑 它是香港製造的 我上網買的時候有公開 就是一瓶已經免運費 我就買了回來 然後我已經喝了很多 可以再買一瓶 裡面的成份很簡單 有檸檬薑和糖 沒有任何色素或者防腐劑 所以都很天然 我自己每個星期兩三天 早上用暖水沖來喝 很適合現在這些轉天氣 乾燥確喉的日子 喝下去是很舒服的 它不會去到很甜或者死甜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這些日子去喝一些有薑成份的東西 都是非常保健作用的 然後就想說一個辣椒醬 它的名字很搞笑 叫做李阿摩的椒 Your mom so spicy 它的包裝很有趣 也是香港製造的 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 你會看到辣椒醬跟平時不同 有些綠色的葉在裡面 我自己特別喜歡試不同的辣椒醬 XO醬 因為我經常都吃餃子 很喜歡蘸醬來吃 它吃下去很害怕 我衣服是白色的 它很大陣 那些金不換的味道 是很香很香的 吃下去是辣的 我爸爸媽媽覺得很辣 我這個是正常辣度 它有一個叫做好辣的版本 那個我就不敢去試 而且它也不算很貴 好像五六十塊左右一瓶 所以如果你都喜歡試不同的辣椒醬 也可以試試它 另外有一間叫做the chili lab 我也很想試 但現在買不到 它好像因為瓶的問題 所以不製造 所以我一直在等 如果它有得買的時候 我應該都會買回來試試 然後就想和大家分享這一包薯片 之前在IG story那裏post 很多人問在哪裡買 其實就是在759那裏買的 它的味道就是 Sour cream onion 即是酸忌廉洋蔥 它是寫著很大的 Strawn字的 這個Strawn真的形容得很好 它的酸忌廉洋蔥味是很出的 而且它的薯片是波浪型的 大家看到這個圖嗎 我真的覺得很香 它這個薯片 咬下去是有薯仔的味 即是它不是很乾 很薄 就這樣看它的樣子是很普通 不算特別厚的 但是你咬下去 是會讓你肉眼看下去 咬到那個厚度 它有其他的味道 我買了回來 但是還沒吃 我買了幾包這個 一直都一直吃這一包 好 說完食物我們就說其他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影片多了一些小水賴的表情包 是不是很可愛 它是一個Follower 它自己有一個IG page 就是畫這些小水賴的 真的超可愛 我是故意問它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圖 讓我可以放一些影片 做一些表情 然後它很慷拱 給了很多我 然後真的很可愛 除了它畫在IG page之外 它是有推出一些周邊商品 其中一樣就是這個手機殼 你看上面的水賴是不是真的 好可愛 好治癒 整件事 有時候心情不太好的時候 會看它的圖片 補一下水賴 然後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然後就想分享一條 是IG出鏡率極高的項鍊 我經常都 可能會拍一些IG story 的時候大家留意到 都會瘋狂地問 就是這條雙層的背殼項鍊 讓我先把鎖骨拿出來 它帶上去就是這個樣子 它是有珍珠在旁邊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背殼的吊嘴 其實是可以移動的這個吊嘴 然後上面就有一條比較粗的銀色鏈 通常我穿一些大領或者一字靚的衣服 都會配這條項鍊 而且我很喜歡這些珍珠 有沒有發現 我這條紅繩其實都是一些珍珠 有些眼尼的觀眾都有問過我 為什麼你好像沒有帶水晶 很多人都帶水晶 你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特別推介 其實我自己帶水晶 有很多不好的經歷 對 我帶了也很差 我真的帶過很多 黑曜石 紅紋石 粉晶 月亮石 白晶 我全部都帶過了 一帶就很差 對 如果你也有興趣這條項鍊 我將來再出一條影片 Anyway 說回這條鏈 我沒有特別去做什麼保存 都是本身的盒子那裡 然後就放在櫃子那裡 到現在呢 我都帶了可能有兩個多月 沒有任何變黑 氧化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接下來就到護膚品的部分 現在開始入秋轉季 很多觀眾都問我有沒有保濕精華的推介 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個牌子 就是台灣的綠藤新機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在後面很睏 都會看到他們的產品 那我就幾個月之前買的了 那一路融落 那現在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感想 他們的定位 我就覺得是令到皮膚穩定 你不會覺得哇的聲音很厲害 但是呢 他要做到的事情又剛剛好做到 對了 那例如這個精華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用 你看到這麼喜歡 你買了幾個月 都是用得那麼少 怎麼喜歡呢 他就是用量那麼節省 一噴你會看到他是流質的 但是又不會說流得很快 他那種感覺就好像那些清神的乳露 你一碰它之後 看到嗎 他完全變了做比較水狀很稀的 而且延展性是非常之好 他一噴是足夠你整塊面有魚的了 聞下去是有一股很淡淡的草本味 不強烈也都不公鼻的 他原本塗的時候推開是有少少黏的 但是當你吸收完之後呢 就會變得清爽 還有呢 你感覺到上面是有一層很薄很薄的膜 在保護皮膚的感覺 那我自己就很喜歡他的保濕 還有修護那種效果 就會是晚上的時候用 其實我不是每一晚都會塗護膚品的 有時候我會讓皮膚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讓他自己回復一下 因為不是慢慢用 那用的也有很多 但是他的保護是一個挺好用 我自己挺喜歡 挺舒服的一個產品 反正說開 就順便分享綠藤生肌 其他兩個產品 這個化妝水 我自己覺得最好的用法 就是把兩、三滴在手上 然後把臉上吸收 就是最保濕的 所以其實每一次我用 都是用兩滴三滴 又是用極度多 他們的產品雖然不是最便宜 但是因為用量是很節省的關係 可以用到的時間是超級無的耐 另外就有一個Facial Oil 這個Facial Oil 其實我覺得因為最近收到Animus的油 他們的功效差不多 如果你要我比較的話 我覺得Animus的Facial Oil 是再有營養少少的 即是如果很懶 我不想做其他事情 只是拍完爽膚水 我可以用這個收護油 就已經可以睡覺 但是如果是用綠藤生肌 我純粹是覺得 是用了那麼多的Skin Care之後 加一滴去鎖水 他的功效是發揮得最好 但是如果你說懶人油 我覺得他不算是 這支油其實都很貴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推介這一支 早前我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挑戰一個星期早起床做運動 如果你有留意我Instagram的話 都會發現我有持續這個習慣 六點多去行山 我這陣子轉了天氣之後 因為夏天的時候很熱 我是要塗一些很薄 或者噴花水 然後塗防曬出門口 但是現在比較乾燥 我就發現 一個我夏天很不喜歡的Cream 就是這個 眉來美的保濕霜 現在用是剛剛好 對了 我突然間重拾對他的愛 因為它的質地其實是 有點膠膠的 它是一個比較結實的水型膠狀 但是一掃出來就會變得非常水 對啦 很薄很薄的 夏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日頭用有一點好焗 然後晚上開冷氣 它又不夠力 就覺得有點雞辣 但是這一陣子 行山的時候 我早上噴完花水 塗它再塗防曬 我就覺得很舒服 又不會在山上走 會扯乾皮膚的感覺 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原來 不是它不好用 是季節不太適合它 對啦 你要選擇適合時用 它是一個好的東西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完 我的9月最愛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凡是六下午三點 和是一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走九個星這樣 好嗎 哦 players 都會不會 有啊 可以嗎 可以嗎